东海龙军为子报仇 找陈塘官礼敬算账 他一跺脚摇身一变 尽量啊 把自己变得顺流一点 他自己觉得挺顺流了 实际啊 那形象也挺吓人 他脚架狂风 来到帅府前 收住风头下来往帅府门口这一站 把棋牌官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这老头怎么长这么凶啊 看东海龙啊 身高在八尺开外 身招不刨腰地丝头 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马驴 手里头提着个小包裹 头上挽着发转 这张脸啊 蓝瓦瓦的 绿不羁的 头发是红的 红发蓝脸 没耳朵 那怎么回事 龙不长耳朵 十二鼠各有一缺吗 龙不耳虎无相 龙没耳朵老虎没脖子 晚上都这么说 不过这老头真没耳朵 喊下一步红虎 这是干什么的呀 棋牌官正这愣着呢 东海龙王过来 门上拿回载 棋牌赶快打话 老先生 您找谁啊 让李静出来见我 我 棋牌官按吃了一惊啊 心说 这红胡子蓝脸老头 够横的呀 啊 对我家主帅 知乎其名 而且还得出来见他 请问 您是什么人呢 嗯 老龙王哼了一声 你去告诉李静 就说门外 有他的固有 傲广求见 哦 我请您守候片刻 说着跑进帅堂来禀报 啊 启禀将军 门外有人求见您 李静一愣 什么人呢 是您的固有 傲广 什么什么 李静手一扶 拖暗呼的一下 就站起来 哎呀 那是我家兄长 屈指算来多年不见了 他一年到头行云不语 非常之忙碌 今天怎么能得侠 来看望我呢 吩咐一声 赶快 有情 其实这两天哪 李静够累的 哎 整天操练人马 尤其今儿个 这一操练 时间过长 累得他回来之后 摘亏卸甲擦了把脸 他想喝杯茶 就要吃饭了 至于这个三公子 哪吒在九渠和惹了什么祸 他一概不知道 他刚回来 也没人跟他说 所以奥广突然登门 使得李静很奇怪 他赶快接出来 一见奥广大功十里啊 那真是九十度啊 哎呀 兄长 您怎么这么得闲呢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小弟十分想念我家兄长 此地不是讲话所在 你我里面一去 说了半天 李静觉得奇怪 奥广平常啊 对他很热情 今儿个这一见面 好几年没见了 李静说了这么半天 奥广一声没言语 李静注目一看 只见东海龙王面沉似水 那个真是一脸的不高兴 只是把手摆了摆 那意思好像是 甭废话了 头前领路 李静就把奥广给陪到了客厅 分宾主落座 兄长 您上我这干什么来了 难道说要在陈塘关这儿 游完几天不成吗 李静挺高兴 怎么 咱俩是磕头的兄弟 你是东海龙军 难得 有这么个空闲 最好在我陈塘关这儿 住几天 我陪着您呢 玩玩 转悠转悠 参观一番吧 他这么一看 奥广还没说话 兄长 看您面带不悦 这是跟谁在生气呀 都 说话同时 啪的一下 被插杯就摔了 你少跟我假惺惺的来这一套 把你个大胆的理性 你知罪吗 哎哟 李静糊涂了 任兄啊 你我兄弟几年没见 小弟时刻想念我家兄长 好不容易今天见上一面 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 小弟在什么地方有不周之处 冲撞了我家兄长 您可以把话讲在当面吗 讲什么当面啊 你养的好儿郎 简直这傲光啊 是连疾 带气 嘴都哆嗦了 哎 一边说着 他一边喘着气 好吗 连壳子带喘 断断续续 把这番经过 全说了 我今天就是找你来算账来了 杀人偿命啊 你要用全家的性命 敌我这两位正神 就是你全家命都算上 你也赔不起 因为什么呢 那是行云不语的正神啊 欲比钦点啊 李静啊李静 你是先人的弟子 别人不懂这些 你能不懂吗 你并不是一般的俗子翻夫啊 是我把你杀了我 还是你自吻呢 啊 怎么方便吧 李静可真有点战二和尚了 摸不着头脑了啊 越听越糊涂啊 任兄讲的这是哪里话来啊 什么什么 我三个人哪吒 跑九渠河 打死了猎杀 啊 又害死了 您的三太子 那岂有此理呀 兄长啊 这大白天的 您怎么站到我这跟前说梦话呀 怎么 我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吗 他才多大呀 他才几岁呀 几岁个娃娃 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 你借他个胆子 他也不敢 绝无此事 哎呀 急得气得东海龙王 直跺脚啊 好那个李静啊 咱们说我是无端跑这来讹诈你啊 你不过去问问你那个孩子吗 那不当时就真相大白了吗 李静一声说的有理 来呀 赶快备酒饭 招待我家兄长 算了算了 龙爷一白手 谁喝你那个酒 吃你那个饭呢 我是为了喝酒吃饭来的 把你那个蜡子 给我找出来 李静啊 让东海龙王在这儿烧后片刻 他就奔后边来了 一见殷氏夫人 他问 哪儿到哪儿去了 殷氏夫人头眼一看 不好 他觉得老爷的气色不对 好像是顶着气来的 将军 你找我儿 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 我想问问他 哎呀 他出府玩耍去了吧 出府玩耍 李静一愣 今天他出去过吗 殷氏夫人不会扯谎 哎 就把这个天气太热呀 哎 哪吒要出去找个地方 风凉风凉 那么我让他 家人李静陪着他 出去了一趟 听说 上了一趟酒区河 什么什么 李静啊 当时点就白了 这蜡子真上酒区河去过呀 这还了得 他二话不说了 魔头就出来了 积了嘎咱到处找这位三公子 终于在赏花亭找着了 李静一看 小花亭的窗户撂着 门插着 他心想 难道这鑷子 真在里面 他过了一窖门 里边搭话了 谁啊 哎呦 李静心想行 怎么在这呢 是我 二少 把门开开 哦 哪吒一听 副帅回来了 非常高兴 蹦起来过来夸查一下 把门打开 副帅请进 李静静无一看 哪吒记着个围裙 啊 地下铺了个大铺团 他坐在那铺团那儿 和 堆着一大堆原料 跟绳子似的 看来啊 看来啊 已经编了一半了 我让你再次作甚 你在这干什么呢 富帅 我正想啊 给您一个惊喜 因为这活我还没干完 我正在给父亲您编一条 盘甲韬 哦 李静点点头 您使什么东西 给我编的盘甲韬 哈哈 富帅 恐怕您猜他个三天两夜 也猜不着啊 我用的是 世上真奇之物 甭管他是奶原大将 也甭管是什么样的武夫 恐怕连当今天子 他也啊 没有这件东西 我这是在用龙巾 给您编的 啊 李静听到这儿 嗡的一下 眼前一黑 头就大了 龙巾 啊 你从哪里 弄来的龙巾呢 哪吒毕竟还是个孩子呀 他非常的天真 说话也不会拐弯 哎 怎么回事 就来一个直来直去 不着老爷生气呀 有一句说一句 他就把酒去喝洗澡的事 连打死叶场 哎 再把这个龙王三太子 怎么抽的金 他全说了 哎呀 李静听完之后 提斯筛康啊 当时都动不了窝 我把你这逆子啊 弹起手来 啪 就给了哪吒一巴掌 哪吒长这么大 还头回 哎 父亲的打 把哪吒给打梦了 您看 副帅这是何意 孩儿我 完全是出自于孝心啊 也可以说是一片好心啊 您看 我这涛已经编了一半了 这龙金叛家涛 副帅您要顶盔挂甲之后 啊 往身上这么一缠一绕 到两军阵前不用打呀 就得把敌将 给贺退 他就得吓跑了 李静这气别说了 怎么人家找上门来了 哪吒听谁找上门来 东海龙军奥广 你这孽子 你闯了他天的大祸 咱全家性命 也赔不起 你杀死了两位行云不语的政神 那时受过御帝之风 御笔钦点 你 哎呀 李静越说越多呀 急得知跺脚 怎么我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 他也听不明白 他要明白 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 哪吒听完了之后啊 唯唯一笑 哎 父亲何必招慌 怎么 他行云不语 正神怎么了 他什么神 他不也得讲理吗 常言说得好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他再有来头 就算他是个正神 他随便伤人也不行啊 孩儿我没招他呀 我不过在那和叉子那洗个澡 那个两半头上来不容分说 抡起拉牙棒就打 后来来的那小伙子 我还真想跟他交个朋友 我看他挺和善的这么个人 谁知道他比那两半脑袋还不讲理 比他还凶就这么我们打起来了 这玩意儿当场不让步 我举手不留情啊 我一看 我没成想 他是条龙 那么他现了原形 原来是条龙啊 我就想到您了 我就把这个龙金抽了 来给您这编掏 您看 这不是什么 阳卡 就快编完了 您不妨试试 把李静给气的 怎么 你还在这跟我说呢 是什么呀 是啊 东海龙军那等着逃命呢 索命龙王 他不走 他再问 是他亲手把咱杀了好 还是让我自吻而亡 你说这可怎么办 我这一看 这么严重 副帅 不别着急 哎 常言说的好 一人做 十一人当 哎 孩儿今天呢 不闯了个祸吗 哎 我去 跟这个东海龙王说说 副帅您认识他 什么 我认识他 我们冲北磕头 鸡尾金兰 那是我家兄长 啊 哪吒明白了 要这么论呢 我还得称他一声伯父 哎 我跟他说说就算了 这个桃我也不编了 这些龙金 长的短的 粗的细的 一个不少 我都还给他 他不是就得了吗 让他低了回去 还能怎么这样 哈 李静一听 你说的可真面的呢 这就算完了 那还要怎么样 走 我跟您去看看 好 跟我来 李静在前边 哪吒在后边 背着那堆龙金 他来了 到了这个帅堂这会儿 哪吒进门一看 哇 这老头 怎么这模样 李静 向东海龙军打了个招呼 兄长 我把这镊子给您带来 哦 你就是哪吒 不错 九曲和 杀死两位正臣 就是你这娃娃 哎 伯父 您可不能这么说话 那他不怨我呀 我得把这始末 缘由跟您说说 他说咱们怎么怎么回事 不信 把星儿叫来 问问他 再说 为了区区小事 伯父 不至于这么动怒 尤其是逼得我父亲 神魂颠倒 不知所措 你想想 你们还是磕头兄弟 你这不多余吗 这不是 这不是小梯大作吗 把东海龙王气的 这叫小梯大作呀 你这个娃娃 我这娃娃怎么了 方才听我父亲一说 我才知道 您和我父亲 是金兰之交 这样论起来呢 我还得称道您一生伯父 所以我跟您呢 才这么客气 您不上火了 我现在认个错 您看 这不是您儿子那些金吗 粗的细的长的短的 一根不少 您就把这拿回去就得了 咱们这事情啊 就摆平了 东海龙王还挺什么 这就摆平了 哎呀 不见这对龙金还好啊 一见龙金啊 东海龙王 心头低血啊 这是儿子的金啊 他真想放声大哭啊 可是 地方不对 站在李静帅府这儿 我咧个老嘴这么哭啊 我不哭了 用手把这堆龙金这么一团 往兜里头一揣啊 他站在李静的面前 把实话告诉你 这个事情没有完 你就拿全家的命 敌我儿子的命都不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要上天 我要到天宫去状告你 我要水淹里的陈塘关 我把我几个兄弟 南 北 西 四海龙王 拒到一处 他要在陈塘关这儿发大水 说完了之后啊 恶狠狠的 东海龙王一跺脚 手脚连龙 刷了一下 一阵清风 人不见了 回过头来再看李静 默默点点 你一呆呆半赏 一句话没有 过了好半天啊 李静才把这事缓过来 他一把 把哪吒给抓住 聂子啊 你听见了没有 全家的性命 就丧在你这 你这娃娃的手上 哪吒还是没着急 仍然挺平静 嗨 他轻轻的 把父亲的手给推开了 傅叔爱 您不必如此 您看您 至于吓成这样 方才 我这奥广伯父啊 在气头上 说了这么几句话 说他要上天上 去告状 那肯定啊 这得要惊动 玉皇大帝 这有什么关系 李静静啊 这还没关系 奥广要居四海龙王 到陈堂关来 为他的三太子报仇啊 那我陈堂关就完了 我全家性命 为你搭上 也行 可是这合成的百姓 哎呀 冤枉冤灾呀 他们招谁惹谁 就这样 落得家破人亡啊 啊 孽子 你还说这是小事一件啊 哪吒冷笑了一声啊 安慰他的副帅 说父亲您不必着急上火 咱怎么能够全家的性命 给他逼偿呢 再说了 他把四海龙王找来 他还能找谁啊 八海龙王 又当如何 李静这气 没那么些海 是啊 没那么些海 更好了 就四海龙王都来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动不了啊 咱陈堂关 一砖一瓦 更伤害不着百姓 我怎么能 给合成百姓 带来灾难 我伯父奥广 不是说了吗 他要上天上 玉皇大帝前 告您去 我跟他一块去 我们俩上天上 打这场官司 副帅有所不知啊 今天海尔跟您说实话 我也不是个凡夫俗子 我比这个东海龙王奥广 一点也不小 说不定 我的职位还比他高 我乃前缘山金光洞 镇洞之宝 灵珠子事业 说完这句话呀 哪吒把嘴一撇 一挺胸膛大大样 他溜达了 就把这位总兵大人给干着了 李静全家一宿没合眼啊 哪吒呀 是倒头就睡 而且这一觉睡醒了 他睁眼一看 正好五夜三更 行了 我该去了 上哪啊 南天门 等着东海龙王奥广去 哪吒 往帅府正当中一站一跺脚 撑的一下 一道金光 上了天了 刚走到半道上 后边有人叫他 嘿嘿嘿 前面这不是灵珠子吗 呦 哪吒一听怪呀 怎么 怎么在这半天云 还要认识我的呢 他扭线回头一看 是个出家道人 不认识 怎么 爷们 不认识我 我是你师叔啊 深公报